身穿空軍制服 新娘子笑容很腼腆 夫妻倆都在空軍服務 但照片中 兩人緊緊相依的甜蜜神情 卻再也看不到了 上面 這邊 可愛小男孩不受控制 吳彥廷在一旁不斷引導 眼神充滿關愛 也在臉書上留下期待 希望孩子乖乖長大 只可惜未來兒子成長路上 不幸殉職的吳彥廷 無法再繼續參與 事發後妻子悲痛 在臉書po文寫下 謝謝大家的關心 目前還沒辦法回應 我跟孩子會堅強的 自理行間滿是心碎 網友也紛紛留言 同為母親只想給你 深深的擁抱 現在的你是這個家的支柱 祝福你跟小孩勇敢成長 從小的事像 心要飛行 就是要幫你 讓你飛觀 他的飛行一向都是 都是最棒的 在海上載輔載城 隨即被直升機救上來 五年前吳彥廷駕駛F16 從嘉義空軍基地起飛後 沒多久不幸墜海 後來跳傘幸運獲救 但這次同樣駕駛F16 就沒那麼幸運 撞上山壁不幸殉職 少校吳彥廷去空軍官校 98年頒畢業 民國103年結婚育有一子 同為空軍的妻子 還有正妹後勤士之稱 曾在嘉義海鷗直升機 修補大隊服務 也是花蓮基地服役的上市 面對突如其來的惡耗 同為空軍的妻子 心情仍然無法平復 選擇在臉書上抒發 但也承諾自己會堅強 勇敢陪伴寶貝兒子 好好長大 記者綜合報導 好